你好,今天是2019年的12月13日 看动画,贝克文,学英语 今天我学习新概念英语第二册,第三单元,56颗 Faster than sound,比声音还快 文章开始前提出的问题是 How fast did the winning car go? 获胜的汽车跑多快 在开始学习之前,我先说明一下 我制作的动画视频是我学习和记忆文章的辅助工具 起到理解和记忆文章的作用 如果你也喜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谢谢 从问题中可以了解到这次小文章的主题 汽车比赛 这个比赛每年举行一次 而且是为旧的汽车举行的 Once a year, a race is held for old cars 这次文章讲的是去年 有很多汽车参加了这项比赛 而且在比赛开始之前 人们的情绪就已经被调动起来了 异常的激动 A lot of cars entered for this race Last year, there was a great deal of excitement Just before it began 文中第一次出现 A great deal of短语 观众都被调动起来了 既然这么high 这里重点介绍两辆车 第一辆 最漂亮的汽车之一 是劳斯莱斯牌银轨汽车 One of the most handsome cars was a Rowan's Ryan's Silver Ghost 第二辆 最不寻常的一辆 则要属于只有三只轮子的 奔驰牌汽车了 这辆车造于1885年 是参赛中最老的一辆 The most unusual car was a Benz which had only three wheels built in 1885 It was the oldest car taking part 好,介绍完了开赛前的一些情况 我们接着看比赛的情况 比赛开始是在一阵喧闹的爆炸声之后 After a great many loud explosions The rains begin 这里提到了一种声音 和题目呼应 作为这期动画 第二个场景开篇 旧汽车的比赛和新车是不一样的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 出问题的车比较多 果然很多汽车在途中就抛了毛 还有更奇葩的是 有些驾驶员花在汽车底下的时间 比坐在汽车里的时间还长 Many of cars broken down on the course And some drivers spend more time under their cars than in them 说完坏的还有好的 然而 还是有几辆汽车跑完了全程 A few cars, however, completed the race 转换场景 来到前面问题说到过的获胜者 获胜的那辆车达到了时速40英里 远远超过任何对手 The winning car reached the speed of 40 miles an hour Much faster than any of its rivals 40英里每小时 大致换算是64公里每小时 这个对于老的汽车来说 的确是很快的速度了 这里也回答了开篇的那个问题 这辆获胜的汽车 也不是一方风顺 就在它接近终点的时候 冲下了山坡 驾驶员费了好大劲 才把它停下来 It's been downhill at the end of the race And its driver had a lot of trouble Trying to stop it 老爷车发挥余热 旧车比赛给了每个人很多快乐 它虽然与现代汽车比赛大不相同 但激动人心的程度 并不亚于现代汽车大赛 The race gave everyone a great deal of players It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modern car races But no line succeeding 这是这篇文章中第二次使用到 A great deal of卵 好那么问题来了 题目中说到比声音寒快 指的是什么 当然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反正老爷车的车速肯定是不可能大于声音的速度的 为了便于理解 这里联想记忆 我溜的比声音还快 将数字56和文章题目联系起来 好 以上就是我这期的学习内容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